大家好我是立偉 歡迎回到SuperMoto8的頻道 在我身旁看到這帥帥 紅紅的摩托車了嗎 沒錯我們現在人所在的 就是Ducati的發表會現場 那在今天的發表會活動中 他們帶來了全新改款 就是其實在2019還是2020年的時候 就已經發表了V4引擎版本的Miri Strada 那同場他還加印了一台 Diablo V4全新年式的版本 那這些車到底有什麼重點 快跟著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先從我身旁的這一台 Miri Strada 派克風特試版來看齊好了 那同時他也是我覺得今天最帥的車型 大家可以注意到他整個塗裝上面 採用一個比較賽車化的設定 因為大家如果常看賽車的話 就會知道派克風爬山賽 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 而且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山路的比賽 然後他的過程距離也蠻長的 然後上升的海拔也非常高 其實Ducati過往就有參加這個派克風爬山賽的一個經驗 然後他們也延續這個傳統 來推出全新的Miri Strada車型 那我現在身旁的這台Miri Strada版本 大家可以注意到第一個外型部分 上面有一些比較賽車化的塗裝 像這邊有一個號碼字的logo 那這邊也有一個派克風的字樣 來告訴你說這一款車 它使用的是派克風特試版 那另外在車頭的部分 它也換上比較動感的造型 一改過往Miri Strada這種ADV鳥車的感覺 它整個車頭採用一個熏黑的風景 外加這個日行燈光島的造型 其實就跟自家的Panigani V4 整體的造型是非常相近的 那除此之外 Ducati他們還有強調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在車頭中央這邊 可以看到一個ACC的感應雷達 那其實他們在5G的好像是2020年吧 這款車剛發表的時候 他們是全世界首款搭載這個ACC系統的車款 就跟你開車一樣 它有主動的控制設計 來獲取一個更高階的定速巡航系統 那同時還可以注意到派克風的版本 像前面的鳥嘴 還有前面的土除部分 全部都是採用碳纖維的質感來呈現 然後下方前後輪都是採用 貝耐力17吋的輪胎 所以整個配置真的非常好 那當然另外的前後懸吊的部分 也全部都是Olinx的製品 那像是前後輪胎 還有懸吊的部分 都是跟Miri Strada標準版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這兩款車包含V4的Miri Strada 還有我身旁這台派克風的版本 它採用的都是1158cc的V4引擎 那這顆V4引擎跟Panigali自家的頂級的跑車 是有一點點血緣關係的 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設定 那它的最大馬力有170B 最大扭力有84Nm 那車重部分在派克風的版本 它的車重則是239公斤 座高則是810mm到830mm 那我想講一下它的座艙部分 可以稍微靠近一點 你看它整體的Buzzle質感是非常好的 它這個Buzzle有十字鍵 可以控制螢幕的功能 背後還有一個小小的背光 看起來質感非常好 而且它的背光都是紅色的 整個戰鬥氣息是非常高 那同時駕駛艙也可以看到 一個大尺寸的TFT儀表 辨識度 還有它的配色的精細度 整個高級感的呈現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 我們稍微往下看一點 你會看到這邊有個神秘的小盒子 那我覺得這是Ducati 非常貼心的一個設計 它這個地方就是設計 讓你把手機可以打開 存放在裡面 它裡面有這個充電孔 可以讓你直接幫手機充電 然後你的手機在裡面 如果怕過熱的話 它也有導入這個小風扇 在裡面協助你的手機散熱 真是高級 那我覺得這個MUTISTRADA 派克風的版本 它前後17吋的輪框 外加前後Olinx的避震器 整體的搭配之下 看起來是非常具有運動感 非常帥氣的選擇 所以如果要我選 今天的發表會選一台車帶回家的話 就是它啦 最後我應該還沒講價錢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 非常帥氣的派克風帶回家的話 它的建議售價是195萬8 那目前呢 全車已經經過了這個碩文的檢驗 它已經可以合法領牌上路 台灣的部分呢 會直接標配後方那一根 這個蝎子的排氣管 完全的符合法規驗證 所以整台車的使用上 是非常輕鬆非常愉快的 所以如果想要一台前後17吋 然後在路上可以壞壞 同時還可以安裝一些行李箱啊 旅行包之類 長途旅行的車款的話呢 派克風就是你們首選的好嗎 剛剛看完最頂規的派克風V4鳥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標準版的MUTISTRADA 那這一次呢 他們其實在國外有分為非常多的版本 不過碩文引進的版本 統一也是搭載了這個前後的ACC雷達 所以它一樣有一個主動車區的控制系統 外加後面有一個盲點偵測警示系統 那跟剛剛的派克風還有一些外觀上面 跟性能上的差別喔 像是前後懸吊的部分呢 都不是使用Aulis的製品 不過它依然具備了這個電子調整的功能 那另外前後輪框的部分也換上了19-17的配置 來換取說更好的一個ADV的穿越性啊 還有你長途旅行 就可能會到一些爛路地方駕駛的一個便利性 還有一個我覺得是最關鍵的改變 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在後方的部分 那採用就不是一個單搖筆的配置 採用就是一種標準搖臂來呈現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來講 它整體的運動性能 看起來就沒有剛剛 因為剛剛派克風看起來實在是太帥氣了 那這看起來就是有一種 你知道過於清淡 有一點點可惜的感覺 建議售價的部分則是159萬8千塊 跟剛剛的派克風將近200萬的售價 還是有蠻大的一段差距 不過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是直上派克風 那其實最後我們看看 今天同場加印的Diablo V4吧 同場加印的這個Diablo V4的版本 那同時它也是全新的大改款車型 那先講一下它一些基本的動力數據好了 它的這個最基本的售價 大概183萬8千塊 整體的最大馬力是168匹 那最大扭力是12.8公斤米 那基本上也是採用同一顆的V4引擎配置 那當然它針對這個Diablo 它比較巡航車的特性 在腹內還有它動力的輸出部分 有稍微做出一點點曲線上面的調整 不過就整體上來看 這個Diablo還是非常帥氣的好嗎 大家可以注意到一個非常帥氣 面積非常大的頭燈 而且採用的是一個有點橢圓形的設計 然後我一直都很喜歡Diablo車系 它前面有這個小盾盤 外加它兩側一個非常霸氣的進氣孔設計 所以整體的搭配之下 我覺得看起來這種車頭的霸氣感 是非常強烈的 但我覺得很多人喜歡Diablo 絕對不是喜歡它車頭的樣式 絕對是要來看一下它車尾的部分 首先單搖臂配240mm的寬胎 大家可以告訴我這換一次輪胎要多少錢嗎 它現在配的是貝奈利的Russell 3的輪胎 而且不只它單搖臂之外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輪框的造型 整體也是採用完全不一樣 一種比較類似汽車的樣式設計 除了輪胎非常的誇張 大家可以看到旁邊四出的排氣尾管 這真的太兇悍了吧 V4引擎搭配四出尾管 這麼頂級的搭配 就只有在Diablo上面找得到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找一台巡航車的話 我個人認為這個Diablo是非常適合 而且我帶大家實際跨一跨看好了 因為我剛剛跨了一下 我覺得它整體的跨座體驗是非常厲害 你看我跨上來之後 等我一下你不要動我看一下車高 車重是236公斤 座高790mm 可是可以注意到我180的身高 是可以非常輕鬆的雙腳平貼地面 而且可以感覺得出來 它整台車的重心是非常低的 我在把側駐立正車身的過程中 我覺得是非常輕鬆 那還有一點可能是大家看照片的時候 會比較擔心的點是 你看我把腳放上來 我的把手其實距離我的身體並不會太遠 因為我以為這段距離會非常長 可是其實Diablo並不會 它整個騎乘起來我覺得是相當輕鬆 而且它可以保持一個相對挺力的騎乘姿勢 這一點是我還蠻驚訝 因為過往我其實對這款車比較陌生一點 那今天我體驗到之後 我覺得整個這種騎乘的上手的親密度 確實是還不錯 而且還有一點蠻細節的地方 可以稍微靠近一點 你有注意到它的儀表板 因為像現在有一些車子 它改TFT儀表的時候 它就把儀表放在這邊 那你從車頭看過來的時候 就前面會看到一片儀表 不過Diablo 它是把儀表放在比較低的位置 然後我覺得整個坐在座艙上面 就有一種科技味的感覺 這一點真的是蠻加分的 那其實剛剛Ducati 素文他們原廠的人員 跟我們分享一個小小的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那後箱這邊這個鎖點 它其實是會移動的 所以它裝上了這個後箱組之後呢 它整個後箱組是會左右搖晃的 那為了什麼呢 他們就說Ducati他們官方在設計的時候 有考慮到你過彎的時候 你在側傾的時候 有點像是你後面有載人 它的箱子就會根據你轉彎的內向 來移動它箱子的重心 來換取你更好的過彎動態表現 我只能說這真的是Ducati 一個非常熱血品牌 想到的一個很細緻的細節 這一點也太加分了 這一次其實素文他們辦完發表會之後 Trenta 1的展示間 陸續都會有展示車 可以讓喜歡的車主前往賞車 那同時他們也強調說 他們驗這個V4已經真的驗得很辛苦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呢 我們把他這個展示車循環的時間 放在畫面上給大家看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 你家附近的展間 來看看這些V4家族的全新成員 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Ducati 2024年式全新的V4車款發表會的時候 帶來介紹 請追蹤我們Supermoto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 輕輕爽 727分期分到10為止 對 沒錯要分10年吧 對 對不對 分10年一年不過 但是如果你來Viking上班 對 我許諾你10年內也可以買得起這個車 那老闆我們等一下談一下 怎麼可以談一下 我們就把我會入雜金給BED 我才是